上週的港股繼續走弱,而且非常疲弱。 本欄指出,若然低位跌穿18803, 市況不妙,結果真的跌穿,上週五以18761點收市,比前週跌601點。 政經局勢的陰霾籠罩整個股市, 美國聯儲局聲言,會大幅加息以壓益通脹, 並暗示無懼引來經濟衰退。 美股在大震盪中回落。 其他西方國家如歐盟亦加息, 反映此乃環境的現象,金融市場動盪直捲全球。 美國對中國的打壓有增無減, 持續逼一些中國公司由比邦退市。 科技的打壓例如限制晶片的製造及銷售加緊進行, 不容許美資投資於某些中國企業。 在如此形勢下,港股言得不奄奄一息, 港人談古適辨。 淡有有此無恐, 放心萬里長,空空倉不急於回補。 有強烈理由相信, 很多西方大炒加渣了大量港股的空倉, 加上踏通天地線的本地大戶, 成為造淡的主力。 形成港股二跌難升,人所共見。 今個月的恆指將向下考驗今年3月低點18415點, 日中低點為18235 的支持力。 或許今週就會跌底該水平。 今週恆生指數的高低點, 預期會處於19000至18300點的範圍內, 是以日中高低點指數計算。 正如早前所言, 個人覺得3月的低點水平應有強力支持, 不會輕易跌穿, 因為股值已經十分低。 若然因為重大的政經事件衝擊, 加上軍事衝突的嚴峻威脅, 令人心過度虛擬, 不排除會跌穿該位, 若然如此不濟, 各位無需恐慌, 再跌幅度極有限。